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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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采用激烈的手段折磨他 反而用心对待为他疗伤和他说话 美墙攒的长翼真的让人心疼 故事的开头就带着浓浓的女龄色彩 金云和本被派去驯服叫人长翼 可惜自己却鲜明了心 长翼不仅有惊人的美貌温和的性情 而且叫人最善良忠贞 离但爱上他们这一生便只会有一个伴侣 命运的齿轮人心的贪婪 叫人和于妖师在这乱世又怎能肆意相守 他们身上都背负了太多 想要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相爱太难 因为国师和顺的公主 长翼误会了金云和是一个内心恐怖的女人 两人之间的误会畅达六年 并且在这六年当中 他们对彼此的消息一无所知 六年的时间里 长翼成为了北京之王 可他内心对金云和的感情是复杂的 又爱又恨 他们在相见之际 长翼彻底控制了金云和 把他囚禁起来 明明知道他的梦想是自由 想去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看看 想回自己的家乡 想落叶归根 可是他还是不放他走 甚至把他关在一间不见天日的屋子里 折磨对方的同时 其实也是在折磨自己 他们都深爱彼此 之间却经历了那么多误会 怨恨和离别 然而深爱的人 又怎么会真正的去怨恨对方呢 长翼对他的恨还是抵不过内心的情义面面 这条大尾巴鱼啊 还是最初善良的真挚的 虽然他恨他的背叛 他的伤害 可是再次重逢 长翼还是心软 对自己 对季云和心软了 他依旧爱他 这刻入骨子里的爱 让他忘记仇恨 把他拉回了正途 该剧最感人的地方 就是在于 季云和和长翼的感情 是真挚勇敢无私的 这样真诚忠贞的爱 真的越来越少了 也正是这样的爱 让这部剧的感情 有了一个很好的升华 虽然过程很虐心 但故事的结尾 俩人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长翼的力量回来了 尾巴也回来了 季云和眼瞳呼得睁大 一条巨大的蓝色鱼尾 从海面扬起 鳞片映着波光 将季云和的漆黑的眼瞳燃亮 他嘴角微微一动 从未觉得海浪如此温暖 海风吹得这般温柔 玉角季 小编书里原著剧情的时候 又被感动到了 十分期待导演 能够把这个档起回肠 利益深刻的故事讲好 更加期待任嘉伦饰演的 焦人和迪丽热巴 饰演的季云和 可以说 选角导演的眼光非常好 他们俩都非常适合角色 很贴合人物形象 最后祝玉角季杀青快乐 开播顺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